哈喽大家好 首先在这里也祝各位小伙伴春节快乐新的一年 祝愿大家都能健健康康顺利的玩上 全面战争战争3或者其他一些你所期待的游戏 在上一期视频重新制作了之前背景资料当中 关于震弹描写最详细的阿沙塔之战之后 那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 App就继续结合一些新的背景资料 重做之前这部盘点震弹兵种的视频 那当然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 这些盘点的兵种是阿沙塔根据以往的战锤 官方资料当中出现的震弹兵种 做的一个汇总整理 而同时我们也知道 此前GW为了完善奇幻战锤的设定 已经悄悄地做了一个新版的震弹 因此下面盘点的这些兵种可能会有很多并不会出现三个月的战锤 这些兵种可能会有很多并不会出现三个月的战锤 这些兵种可能会有很多并不出现的 但是即便如此在上一部视频当中阿普也说了 新版震弹的设定大概率还是会吸收一些旧版震弹的设定 因此在新版震弹还没有公布任何实质性的消息之前 今天的这部视频阿普认为依然能够为我们畅想未来新版战锤的兵种 提供一些参考 在具体内容方面 阿普在下面也调整了之前的文案 并在翻了更多的官方背景资料之后 又对一些兵种的介绍做了一些完善和改进 那首先熟悉战锤背景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在此前奇幻战锤的设定当中 震弹这个国家虽然很早就有 但是这个远离旧世界的人类国家 之前一直是没有专门的规则设定书或者称之为军书 而关于震弹的资料大部分是出现在 其他各个种族各个版本的军书背景书或者是小说当中 而从整体上看 奇幻战锤世界当中的震弹 就是取材于现实历史当中强盛的古代中国 这里是有广阔的领土 辉弘的长城 发达的丝绸 磁器以及活药制造业等等 但同时在一些描述当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震弹社会当中 同样也暗藏着危机 比如混沌剑棋的渗透 吸血鬼的潜入 猴王的夺权算位 以及蜀人的地下活动等等 因此 奇幻战锤世界当中的震弹 其实也和帝国巴图尼亚 以及基斯里夫这些人类国家一样 绝不是一个没有内部问题的国家 再者加上战锤本身 不论是青蛙战锤还是战锤40K 其一贯的风格就是严酷黑暗 同时又充满英雄主义 因此对于震弹 我们可以想象 那是一个强盛的东方帝国 但同时我们也不要把它看得过于完美 下面具体关于震弹的兵种 不是分了近战步兵 远程步兵 怪兽炮兵 以及法师传奇领主 等这些类别 首先我们就看一下 在背景资料当中 出现过的震弹的步兵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在上一部视频 介绍阿沙塔之战的时候 提到过的另骑兵 具体关于震弹的这个兵种 一直以来是有很多的争议 而对于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 就是我们国家清代的八骑兵 但其实根据FW在阿沙塔之战当中的描述 我们明显可以确定这种兵种 是一种背上插着发光绿旗的兵种 因此从造型上看 另骑兵并不是借鉴了清朝的八骑兵 那另外也有观点说是 令骑兵其实就是类似日本历史当中的 枪族青 但这一点同样也是经不起考据的 因为很多人看到 关于震弹令骑兵的介绍 都是使用了国外Fandom Wiki上 在介绍震弹令骑兵的时候 使用的这张 类似日本枪族青的模型配图 但其实这个叫做震弹首位的模型 并不是GW的官方模型 而是国外玩家自制的 并且我们在作者的弗里克个人主页上 也可以看到这个自制的模型 原本的名字其实是Samurai 也就是日本武士 因此关于震弹的令骑兵 并没有事实证据表明 这种单位是一种类似日本枪族青的兵种 而对于这种兵种 我个人还是认为FW 当年可能是参考了我们国家 传统京剧当中的武生的造型 那既然上面我们讨论了震弹的兵种模型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在桌面上一种能够直接拿过来 当作震弹兵种使用的单位 也就是这里的神佣兵 因为根据神魔第六版军书当中的记载 神魔部落当中的神佣兵 会在扫年选择到其他种族当中 当雇佣兵磨练他们的战斗技巧 而其中有一部分就会去临近的震弹帝国服役 在这里的资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震弹服役的神佣兵装备的是七主甲 使用的是平衡性优良的震弹长刀 或者翻译为震弹长剑 因此神佣兵在理论上显然是能够成为震弹帝国 可以招募的一种雇佣兵 另外关于这里提到的震弹长刀这种兵器 GW当时在军书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则设定 具体的描述是 那些在震弹大军当中服役过的神佣 会被赠予这种传奇的震弹长刀 这种经过精细锻造的武器 在神佣当中非常珍贵 因为这种武器会永远保持锋利 再加上神魔强大的力量 震弹长刀可以产生恐怖的杀伤效果 而根据这里的规则 震弹长刀放在全战战锤当中 也应该是一种可以提供破甲杀伤 近战命中加成的武器 最后再结合上面提到的七主甲 我们就可以推测震弹可以招募的神佣兵 会比其他种族当中的神佣兵 拥有更高的护甲 破甲杀伤以及近战命中等方面的一些优势 当然前提还是这种设定 能够在未来新版震弹当中保留下来 接下来在第七版军事当中 还有下面这样一段 关于震弹兵种的简短的描述 据说震弹有数不清的军队 他们从全国各地征兵 其中包括凶猛的山地人 奇怪的武僧 纪律爷明 装备重甲的战士 以及外观华丽的大炮作为支援 因此通过这段描述 我们就可以看出震弹还有三种步兵 山地人 武僧以及重甲战士 关于这里提到的山地人 具体是神武兵种 阿普还没有看到其他相关的资料 而对于这里的震弹武僧 在其他的背景资料当中 确实是有记载 例如这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条 就是在《冲烟之士》的小说当中 有一次作者就提到过 我们熟悉的吸血鬼传奇领主 弗拉德·冯卡斯坦因 就会使用震弹武僧的战斗招式 而具体关于震弹与吸血鬼的关系 阿普在后面再做讨论 这里我们就先暂时放一下 在《七版军处》这段描述 右边的配图则是目前全部GW的官方资料当中 唯一一张关于震弹兵种的配图 可以看出这位震弹士兵所穿的护甲 应该就是类似于我们国家 从元朝开始逐渐推广使用的香钉布面甲 但同时他手持的这把剑身弯曲的双手大剑 显然不是我们国家传统常见的造型 当然这段关于震弹的描述 其实也是GW在设定当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描写手法 就是借助人类的历史学家去介绍 对外界来说非常神秘的震弹帝国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段资料和配图 如果严格来说的话并不能算是绝对可靠的震弹资料 而与之类似的记载在第六版军书当中同样也有 当时关于震弹GW是这样写的 在一些旅行者的游记当中提到了震弹皇帝拥有百万步兵 神秘的僧人兄弟会 碰一下他们的手指你可能就会丧命 神奇的活兵住在天山高处 这些记录大部分是高度想象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震弹天龙皇帝的帝国 肯定是一个充满奇迹 极其富有的地方 但这段记载其实又引出了震弹的另外一种兵种 天山猴兵 在之前介绍鼠音的爱新士族的时候 App也提到过在鼠音的历史当中 是明确提到过震弹猴王 曾经在帝国立的2377年 获得了震弹的同治权 因此我们说震弹当中有猴兵 也应该是有可能的 但具体关于这种神奇的兵种 同样也没有更多的资料 接下来另外一种震弹的步兵 龙帝纪文军在第五版军书当中的战争之权 公民兵分色和纪人五版军书分色当中都有提及 首先在西人第五版军书当中 是详细记载了震弹人殷团 在帝国立的1690年曾经奉震弹五帝或者反映为五帝之命 远征南方之地 但这只震弹的船队因为是在中途遭遇到了海上风暴 所以最终是无打无撞飘到了西人所塞的南美路斯奇亚 在殷团的回忆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时他们所遭遇的西人巨蚀身上的鳞甲皮肤 是要比震弹龙帝纪文军所穿的护甲还要坚硬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当时西人远程部队使用的标枪和箭尸 是穿不透震弹士兵所装备的一种火纹盾的 而另外在《战争之犬》的军书当中 在介绍与震弹帝国相关的丝绸之路的时候 GW也提到了震弹的龙帝纪文军 关于这方面具体的记载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翻译的这篇专栏文章 因此通过这两段资料我们就可以推断出 震弹是由龙帝禁卫军这种高级兵种单位的 而另外在这段丝绸之路的资料当中 我们还可以发现震弹的另外一种兵种 也就是提利尔国用兵 因为当时震弹龙帝在看到这群提利尔的探险队 还有不错的战斗能力之后 就把他们过为佣兵 让他们在与震弹进行贸易的同时 也要帮助震弹镇守这里的西部边境 因此我们说提利尔的龙帝纪兵 也能够成为震弹的另外一种可招募的兵种 接下来关于震弹的步兵是在第八版军书当中 还记载了两种非常独特的震弹兵种 也就是在帝国历的1310年 当时在以西勒的地震导致震弹长城不反坍塌之后 长城以北的混沌勇务势力去库尔干韩国 就趁机入侵震弹 而当时震弹镇守长城的部队当中 是有两种非常独特的兵种 一种是数量众多的自动陶土兵用军团 另一种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独角尸人魔部队 同样可惜的是这段设定也非常简略 关于这两种兵种单位 我们也看不到更多的说明 这样的话总结下 以上这些就是阿普索盘点的 在GW的官方资料当中出现的 全部震弹的近战步兵单位 具体就有练骑兵 神龙兵 天山猴兵 山地兵 武僧 龙帝近卫 提利尔公用兵 陶土兵 以及独角尸人魔 这些有不同特色的近战单位 接下来相比于震弹帝国 这些种类繁多的近战步兵 震弹的远程步兵 在背景当中出现的就比较少了 在上面我们提到的鹰团 当年在露斯加探险的时候 他们使用的远程兵器是弩剑 而在上一部视频介绍 阿萨塔之战的时候 当时震弹守军使用的应该是连发弩 当然在背景当中其实也有关于震弹远程火器的记载 相关的描述则是在传奇时代 那家时系列小说当中出现的 同时这也说明在背景当中震弹很早就有了火器 因为这个时间可以吹速到帝国立的公元前1900多年 当时是尼赫加拉这里的莱米亚基斯王 也就是初代吸血鬼涅夫瑞塔的父亲 就开始使用重金从震弹进口一种被称为 龙杖的黑火药远程兵器 根据小说当中的描述 这种武器应该是一种类似于较大的火虫 因为它在使用的时候是需要两位士兵进行操作 而这支装备龙杖的莱米亚精英远程部队 曾经是在马罗卡之战当中重创了那家时的军队 相关的描述是说 当时这种远程黑火药兵器产生的爆炸 是让那家时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三的古墓守卫 因此显然震弹的龙杖这种远程火药兵器 是有非常大的杀伤效果的 这样阿普在GW之前背景饲料当中找到的震弹 全部三种远程步兵 就有弩兵 连弩兵 以及也可能会装备龙杖的远程火器兵 当然最后这种兵器 由于在背景历史当中的时间比较久远 所以后来震弹帝国也可能会对这种 火器做了改良 那具体我们就要看这次新版震弹当中 会有什么样的火器了 那这样再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在背景当中出现过的震弹的野兽兵种 首先第一个就是在1991年出版的 第三版军书当中出现的震弹麒麟 这里可以看到关于麒麟 军书当中是这样介绍的 麒麟是一种完全非自然的结合体 它们的外观不像是正常有血有肉的生物 它们栖息在闪电与风暴之中 麒麟是一种飞行神兽 它们驾驭风暴而行 撕脚如雷鸣 可以在乱云之中释放闪电 而关于震弹麒麟的外观 GW当时是这样写的 麒麟的身子像马 身上的纵毛很长 并散发着银色闪电 在青年的前额 则有一根长长的银角 可以用来攻击敌人 那看到这种描述 可能很多人会想到 喀布空在怪物猎人系列当中塑造的麒麟 但其实在我们国家汉代的说文解释当中 关于麒麟的描述 就是一种类似独角兽的生物 麒 人兽也 麒生 牛尾一角 麟 聘齐也 那显然这种麒麟 并不是后来我们常见的 这种比较晚期的麒麟的造型 但在我们国家历史当中 关于麒麟的造型 一直以来就是有争议的 因此明朝人还曾经一度 把长颈鹿当作是麒麟 那这也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名史 关于这里GW塑造的震弹麒麟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本30年前的军书当中 还有关于震弹麒麟的战斗规则的说明 那这些放在全战战锤当中 就相当于震弹麒麟是一种大型单位 拥有魔法攻击效果 高普甲杀伤等一些属性 另外就是麒麟这种生物 也可以作为英雄或者是领主的坐骑 再者在之前介绍阿沙塔之战的时候 阿普提到过的镇四兽 也是和这里的麒麟类似 也有单独的背景和规则说明 例如这里就是说 震四兽是放在震弹 和霓蓬一些寺院旁边的石雕 非常像大清的战犬 或者是一头狮子 在战争期间 寺院当中神秘的力量 会传到这些石像当中 让他们成为有生命的神兽 而能骑上这种神兽 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说明骑手是得到了神明的眷顾 震四兽的体型 大约是一匹马的大小 身上是石料材质 这就让他们有很高的护甲 和极高的重量 而具体根据镇四兽的规则 放在权战队当中 那镇四兽应该就是具备 高护甲 高冲锋架成 高破甲杀伤 以及很高的物力抗性 等一些属性 另外和麒麟一样 镇四兽也是可以作为英雄 或者是领主的座旗 而除了有规则设定的 麒麟和镇四兽之外 在十人魔第六版军书当中 介绍十人魔装备这里 我们还可以看到震弹 是有一种叫做翡翠玉湿的物种 那GW当时在介绍 十人魔玉湿护申符的时候 是这样写的 在遥远的震弹 人们崇敬 翡翠玉湿的勇猛与冷静 有时你会发现 十人魔会带着一个像翡翠玉湿的护申符 因为其中依然蕴藏着翡翠玉湿的能量 所以胆小的敌人 在看到这种呼声符之后 就会被吓跑 因此震弹的这种翡翠玉湿 或许也能够成为震弹的一种怪兽兵种 那这样再结合 阿普在上一部视频当中提到的 由黑玛瑙石雕变成的玛瑙鸦人 我们就可以总结出 以下这些震弹的怪兽兵种 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阿普曾经提到过 可以作为做题的麒麟 或者是镇四兽 应该有对应的骑兵 但是经过后续再去查看原本的设定 GW当时的意思应该是 麒麟或者是镇四兽 是可以作为领主或英雄 一些特殊人物角色的做题 并不是作为普通骑兵的做题 所以震弹的骑兵 在死前的背景当中 还是一片空白 当然在未来新版的震弹的设定当中 我们还是希望震弹能有 麒麟骑兵或者是 镇四兽骑兵这种高级的怪兽骑兵单位 那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看一下震弹的巨兽兵种 对于这方面 目前阿普考证出的只有巨龙这一种 当然震弹的巨龙应该也是一种独特的龙 因为在当时第六版军书总则当中 GW就提到过震弹的巨龙是一种蛇形龙 也就是类似于我们国家传统文化当中 塑造的这种不同于西方的龙 另外一个关于震弹龙的记载 也是出现在上面阿普提到的 在帝国立的1310年爆发的震弹长城之战当中 其中是说当时震弹这边是有多头 身上披满珠宝的巨龙 与混沌恶魔王子在天空当中决斗 除此之外在一些中午战锤的官方小说当中 也有提到过震弹龙 例如在丛林守卫者这本小说当中 就曾提到过 有一位巴托尼亚的圣碑骑士 曾经在作为探险骑士的时候 倒过震弹斩杀了一头翡翠玉龙 并救了当时震弹龙帝张继谋的多位妃子 但是这里的记载同样也是非常简单 具体的细节小说当中也没有详细的描述 另外就是我们知道 爱查恩在当年收集谢尔伦之眼这件神器的过程当中 是曾经斩杀了一头叫做炎鸭龙的混沌巨龙 而根据爱查恩《勇士神选》这本小说当中的描述 炎鸭龙其实就是一头受到混沌 见其腐蚀的震弹蛇行龙 因此根据一些战锤小说当中的描述 震弹的巨龙应该也和其他的龙族一样 也是有一些祸害人类的 或者是遭到混沌腐蚀的 另外关于震弹龙的记载 还有的说是震弹的统治者龙帝就是龙的化身 例如在第七版军书当中的记载就是这样说的 一些人相信震弹的天龙皇帝其实就是龙的化身 统治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当中的数百万臣民 那关于这一点更详细的设定 在背景当中也是没有具体的说明 那这方面我们也要等未来FW在新版震弹当中揭晓 接下来对于震弹的炮兵 我在上一部视频当中也已经提到了当时震弹住在 阿沙尔塔的铜炮是一种发射极数标枪的特殊大炮 当然在上面我们也提到了震弹在背景当中很早就有了黑火药 因此震弹能有发射爆炸性火药的大炮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另外就是很多小伙伴都知道的是 目前帝国的地狱风暴火箭炮最初的设计灵感就是帝国的大工程师赫尔曼 当年在阿道夫看到了震弹时节放出的烟花炮 于是就获得了发明地狱风暴火箭炮的灵感 因此这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在背景当中震弹是可以制造火药的 最后就是在这次战锤3预告当中出现的震弹的这张地图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有火药之路这样一个新地名 那这或许就暗示了未来新版震弹与其他种族应该是存在火药贸易的 因此我们说震弹的军队当中完全有可能会有两种炮兵 一种就是发射极数标枪的 另一种则是发射爆炸性火药的 好了这样在介绍完背景当中的震弹全部普通兵种之后 在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震弹的魔法与法师 关于震弹的魔法 根据GW在第六版军书当中对诗魔护圣服震弹黑玉的介绍 我们其实就可以推断出震弹的阴阳法术 其实就是对应着背景当中黑暗系法术和高等系法术 而关于这一点 在之前介绍阿烧塔之战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震弹的树根杆法师释放出的白色火焰和冰霜风暴 其实就是类似于高等系法术当中的灵魂碎火 以及黑暗系法术当中的彻骨寒风 因此这两段前后的资料就可以证明震弹 是有可以使用高等系法术和黑暗系法术的法师的 而另外关于震弹的法术 可能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震弹的天堂系法术 因为在背景当中神魔的大卫深渊 据说当年就是由震弹隆地降下的彗星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拥有神奇魔力的深渊 虽然对于这次事件在背景当中还是带有一定的猜测成分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震弹这种类似天堂系的法术应该是很有名气的 要不然其他种族也不会推测这种彗星降落的现象 就是震弹隆地做的 并且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提到的阿沙塔之战当中看到的 当时震弹这边召唤出的神秘彗星 明显就是类似于一种加强版的卡沙多拉彗星这种天堂系的法术 同样在第六版军书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震弹是由专媒研究天体运动和星体位置的占星师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测震弹的占星师应该是一种天堂系的法师 另外关于震弹的魔法 我们还可以在战锤RPG第二版当中看到震弹是有一类法师叫做幻幻术士 在这里介绍震弹其他血脉的资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提利尔探险家马可波洛关于震弹的记载当中 是提到了震弹有一种永生的宦官术士会吸收人的灵魂 而至于震弹为什么会有吸血鬼 我们在上面也已经提到了 当时初代吸血鬼女王涅弗瑞塔的父亲 早在帝国里的公元前1900多年就与震弹建立了外交关系 而根据战锤RPG第二版当中的记载 在当年吸血鬼背叛了那家石之后 流落到世界各地的吸血鬼当中 其中有一只就是来到了震弹 因此我们就可以推测马可波洛在这里提到的震弹的宦官术士 可能就是震弹的吸血鬼法师 另外在经过后续的考证 App也发现了关于震弹与吸血鬼的关系 在众多吸血鬼题材的战锤小说当中 是有更多更有意思的描述 也就是吸血鬼的五大血系当中的四大血系 其实都与震弹帝国有联系 在前面介绍震弹武僧的时候 App就已经提到了 弗拉德就会使用震弹武僧的战斗招式 那至于弗拉德是怎么学的 具体我们还不清楚 那或许这位吸血鬼传奇可能就是去过震弹 而在那家石系列小说当中 则是明确提到过另外一位 卡斯坦因血系的传奇吸血鬼 曼弗雷德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曼光头 确实是去过震弹 并且也在震弹发现了有吸血鬼的势力 再者就是相关的小说也提到了 吸血鬼当中的尼古拉契血系的始祖 索伦也曾经在震弹潜伏过一段时间 而至于莱米亚血系 在小说当中 不仅是涅弗瑞塔自己就去过震弹 而且他身边最重要的侍女 纳艾玛 原本的身份就是一名震弹的青龙女子 另外关于吸血鬼的史隋格血系 在相关的小说当中 涅弗瑞塔也提到过 震弹的军队会训练实施鬼 让他们听从指挥进行战斗 最后在小说当中 还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描述 则是初代吸血鬼之一的安卡特 也是当年涅弗瑞塔身边重要的将领 在逃到震弹之后 不仅是获得了震弹隆帝的信任 而且还被授予兵权 让他率领震弹军队去北方长城 抵御混沌势力的入侵 因此总体来看按照战锤小说当中的描述 背景当中的震弹帝国对吸血鬼这个种族 虽然说不上包容 但也不是绝对的排斥 那至于这一点设定能否在未来新版震弹当中保留下来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 那因此总结下来背景当中 有资料依据的震弹的法师 就有黑暗系的树根杆法师 高等系的树根杆法师 天堂系的占星术士 或者还有为震弹帝国效忠的吸血鬼法师 那这样在最后就剩下震弹的传奇领主了 那这点在旧版的设定当中就非常简单了 因为震弹帝国长久以来的统治者就是龙帝 那当然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了 在帝国里的2377年 侯王是取得了震弹的统治权 但是根据后来阿沙塔之战当中的记载 在帝国里的2500年左右 震弹帝国的统治者又已经是一位龙帝了 那至于曾经的为侯王的命运 目前UP在官方资料当中 也没有看到更多相关的记载 那好了以上这些就是UP在之前的 GW官方资料当中找到的全部的震弹的兵种 那总体来看这样一个兵种体系 完全能够组成一个完整的种族派系 但问题就是之前大部分震弹的兵种 在背景当中都是零星的记载 而关于更详细更完整的震弹兵种体系 我们可能就要等这次FW重做的新版的震弹了 那当然同时我们也希望 一些旧版兵器当中出现的震弹兵种 比如麒麟 镇丝兽 陶土兵勇 阴阳法师等一些设定 也能够在新版震弹当中保留下来 那具体关于未来新版震弹的设定更新 UP也将持续关注FW或者是C那边放出的消息 那好了今天这部盘点整理旧版震弹兵种的视频 也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那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订阅或者是点赞支持 那同时这里也特别明信 金鱼三寒海军战略队 王小七震的皮 康复尔天堂 I watch the same Chorus Dream 神龙不长眼 勇士深选麻将鸡 水盾水落铜之术 紫瓶大壮 七零谢耀生 八分山辣酱 爱吃不如多吃点 旧吃吃剑白衬衫 不深深深地继续 孔尼口酱 红伤 有吼YX 有一天我洗澡 消雨 九州青年阴枕 残阳爱伤 改名的机会越来越少 五青JK IQ8024 刘梅 上学有毒 打哈哈打豆豆 Zoromot 藏弹僧 怪犬小熊 孔尼口酱 兽还不吃横 同川龙王 我永远喜欢 索菲亚小姐姐 帕克掌 春莹纷飞止烟舞 YX Strange Fake 血受运 由于就会白嫖 大王吃拉面 默想 NT的现同志 那家海边有那家 请仓 Fate橘子 不知道哪个用户 Troy Ride 勇士神群 手高者 甘者 打东边来了个 金龙鱼 这些小伙伴 在本月 对UP的充电支持 那最后还是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